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再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 恩与同路人 我是Andrew 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来讲一段 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期 一段在欧洲里面重要的历史 就是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我们今天很高兴 也很荣幸请到杨庆求牧师博士 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盼望能够为我们带出新的启发和思想 杨庆求牧师是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 研究现代的神学和哲学思想 而最重要的是 杨牧师是神的一位中心的牧人 在建立教会 牧养信徒 和在神学教育工作上都不为余力 杨庆求牧师在过去都和我们分享了 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轻衰 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听众朋友可以在恩与的网站 sobem.org 那里找回这两段的分享来收听 以下时间我们就交给杨庆求牧师 各位朋友 今天我的题目是跟大家去探讨 教会在社会剧变下的处境 从法国大革命里面来看这个题目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 在法国爆发的革命 统治的波旁王朝 在三年里土崩瓦解 在这期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贵族和宗教特权 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 和上街抗议民众的冲击 旧观念被全身的天赋人权 自由和民主思想取代 法国教会面对革命手足无措 有支持革命的叛教主教 有坚守信仰的教区神父 他们虽然被囚被杀 仍对群羊不离不弃 在最黑暗的时候 法国教会经历了大复兴 以致无神论者拿破仑 不得不承认教会对国家 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致他登基时候 要恭请教宗见证 以致他权力的合法性 我们从几方面来谈到 第一先从大革命的背景 然后讲到教会所经历的困难 但这个背景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 当时法国是因为战争欠债累累 所以加上他们的运输很困难 以致农民所生产的没办法在城市里面 是卖到合理的价钱 另外还有天气的缘故 令到失收 所以在1789年之前 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困苦 他们的地租增加了差不多100% 物价增加了60万% 工资只增加很少 而他们的卖面包所占的家庭收入 是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些都是令到当时 发觉是非常困难 另外一个影响法国大革命的 很多历史书都有讲 就是启蒙运动 17世纪到18世纪 欧美地方发生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认为这个宇宙的秩序 是可以透过理性来掌握 人类历史展开在思潮、知识和资讯上的启蒙 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 主要的人物是福尔泰、孟德斯靠、迪德罗 在这个时间 他们对于教会的守旧 并且发觉教会垄断国家大半财富 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教会 又迫害当时的佳英伦派 基督新教 很反感 福尔泰说 他所有有良知尊贵的人 一定看到基督宗教 特别是天主教的可暴性 迪德罗甚至说 他只有最后一个皇帝 被最后一个神父吊死 人才可以得到自由 虽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憎恨教会 但他们都强力要求改革教会 在这个时候 大革命标榜自由、平等、博爱 背后有三个意思我们要明白 自由是代表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个人自由 是指自由主义者 中产阶级要得到选举权和代以政府的控制权 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得很好 但是在政府上面是完全没有权的 平等就指到 无论家庭或经济背景 人都可以拥有相同的权利 但当时的中产阶级和基层的农民 他们是没有办法 是透过自己的努力 去得到国家的承认 所以所谓平等就是 他们要彻底将那种贵族和中共的特权去废除 第三是博爱 本来是指兄弟情义的爱 但慢慢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爱 所以后来发觉之所以革命是跟欧洲各国敌对 就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博爱 是限于他们国家民族主义里面 要巩固他们的国家 这个也是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会支持拿破仑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情况 革命之前的教会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当时国家是相当强盛的 路易十四认为他就是国家 所以他就要法国教会摆脱教宗的控制 当时路易十四要求法国的教会 他完全向皇帝效忠 我们叫做该杀主义 两方面 教庭就说 只有教宗是代表基督 效忠就是效忠上帝 这个叫做月山主义 这两种效忠就造成了很大的张力 因此路易十四 他就在1681年差不多八年前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四项议案 第一 就是国王在国家里面有绝对的权力 超过教宗 教宗不能够过问国家的事情 第二 大公教会的权力是高过教宗的权力 通过的事情教宗不可以否决 第三 国家里面所有的自由和权力是神圣的 教宗无权国民 第四 教宗如果不得到大公教会支持 他并非无误 这四点最主要就是 要法国教会是脱离教宗直接控制 当时 一个神学家叫做博罪埃 大令之下 就开了一个全国的会议 他们就接受上面的四项 当时教宗就很生气 就称这四项就叫做加利坎主义 加利坎主义 法国教会从今以后 只是向皇帝效忠 不向教宗来效忠 教宗就很生气 就说凡是参加会议的主教 凡是赞成 他都将他开除 不承认这些主教的权力 所以当时参加会议的教士 就没有了教宗的支持 那路易十四说 不需要 由我来支持你 他不让你做主教 我封你做主教 因此 那个按立主教权 就落了在国教上 如果教区主教 由国家来到按立 那教区里面的收入 也都归入国家 这件事情就打击 教宗对于法国的势力 是非常大 到了后来 教宗都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 法国主教 结果主教就归皇帝管理 并且所财产 又归国家 所以到最后 教宗就和国家妥协 在台湾之后 暂时 教宗和国家 是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就是 承认法国皇帝 所按立主教 而法国皇帝 也暂时 不充公他们的财产 不过 这个加利坎主义 就成为了 法国大革命 当时很多教会 就说要重提这件事 要将教会 完全摆脱 教宗的控制 第三点 我们要很快说 就是法国大革命经过 最基本就是 当时 路易十六 到1789年 18年后 当时因为他很困难的财政 打仗输了 要赔钱 还有很多的开支 加上他自己 非常浪费 所以他就 希望开会 来酬醋他的 税务 传统上 这个会议是分三级 一个是 由贵族 一个是由高级的教士 即是主教 一个是由平民 和中产阶级 开会的时候 就用 三个阶级 三票 来决定 因为皇帝 永远得到 贵族 和得到 教士的支持 高级教士 主要是 支持 所以 皇帝永远 站在有利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 修院 他是不同情 这种制度 修院的院长 叫西埃氏 他是一个 高级的教士 主教 但是他是 支持革命 他就提出来 他就说 三级的会议 不应该由三票 是应该由代表人数 如果按照代表人数 第三级 平民和中产阶级的人数 是会接近 甚至超过 第1、第2级的人数 所以 当他提出这件事 皇帝是不赞成的 还有 第三级 他就要求 制定宪法 限制皇权 神改革 路易十六当时 知道了之后 就很生气 我要明白 原来早期 法国革命的开始 不是 所有的教士 或者不是所有的 宗教人员 都反对 他们也不是反对宗教人员 而代表 第三级的 竟然就是 宗教的 主教 宗教的这些领袖 和知识分子 所以 我们不要一个错觉 就是说 法国大革命 就一定要反对 他反对就是 反对教宗 要控制教会 反对高级的主教 他们无视人民的艰难 第三级 代表这件事 因为路易不赞成 西哀氏 他就 代表第三级 他说 全国人民的代表 就成立了国民议会 这个国民议会要开会时 路易当时 暴跳如雷 他说大悦不道 于是在1789年6月20日 就关闭了会场 而这些 国民议会 正确成立 他们就在附近的网球场开会 就签了一个誓言 这一誓言就说 在法兰西皇帝 宪法制定和通过之前 不解散 他们就继续开会 并且以自己作为下议院 好像英国的下议院 来自称 到了6月23日 法国皇帝被逼 要召开三级会议 但他们坚持 旧的制度 不能够改变 而 在 这个国民会议 他们成立了之后 他们就说 我们要对抗王权 于是就成立了制宪议会 National Constitution Assembly 一个制宪议会 制定宪法 当这个制宪议会成立时 路易他知道 必须要对付他 他就要调集军队 要解审议会 不让他制定宪法 改变这个旧的制度 就在这时候 巴黎很多人 就很生气 他们就 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 支持制宪议会 第二天 巴黎教堂的钟声响起 市民就出来 就和德国和瑞士国王的雇佣军战斗 就将爱雷的干预赶走 并且在14日 攻陷了所谓巴士的狱 释放了囚犯 这一日 就是他们第一次胜利 而这一日 就成为法国的国庆 接着就发生了很多事 通过了人权宣言 并且 重要的 和宗教有关的 就是1789年8月 就跟着那个暑假 制宪议会 就定了89原则 这个对宗教来说 是相当大的影响 就是废除封建权利 的犯案 当时的平民是要为贵族 是无常的服役 废除了 更重要的 就是废除了教会的十一捐 这个教会十一捐 是不是自由奉献的 是当税的 所以当时 这个十一捐是教会主要的 收入 废除了教会十一捐 教廷和国家之间 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于是 在这个制宴会 再进一步 就停止向教宗进贡 他每年有钱要给教宗 教宗是支持教会的 所以教会就没有了成半的收入 没有了十一捐 没有了教宗的进贡 更加重要 当时 在议会里面 有一个叫做夏特尔主教 他 作为教局的代表 但他是完全支持革命的 他在这个制宴会10月10日提出来 他就说 将全国的教会土地 收归国有 教会财产 和世俗人的私有财产不同 他本来属于信徒 而信徒是属于国家 所以国家有权收回 这个收回了全部 教会的财产 跟着 问题在 在哪里 教会就破产了 因为没有了收入 教会也没有钱 来支付 神父 教牧的薪水 现在国家就说 我收了所有国家的财产之后 神父 或者教牧 他的薪水 由国家资 我给了原来薪水 还要多一倍 当时 很多教区的教牧 就 觉得很好 我没有了教宗 但国家给了薪水 还给了双倍薪水 但是 主教就反对 因为主教 他是 利益的得益者 高级的主教 大部分都反对 但是一般的 基层的神父和教牧 他们就很赞成 于是 就造成了 一个很大的矛盾 还有 在革命之前 有很多修远 就已经开始衰落 是 因为 当时 教会 亦都是 腐败 很多 行政上 不好 在1790年 国民议会 停止 修事的宣言 Monastic Wals 意思就是 不准再有新的修事 和修旅 那些修事 要还促 或者拿退休金 而这些修事 这样做法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民众支持 当时 在国民议会 有一本叫 《陈情策》 是给民众 去写他们的心声 这个陈情策 就发现有很多教士的心声 一般的教士的心声 他是赞成的 遵从国家的要求 议会就发现 民众的意见 那么重要 就决定 把富裕的 高级的主教 神职人员的财物 全部充公 然后就分配给基层的 新劳的 比较穷的教育 这个就是用一种行政手段 来改变 去改革 像 50年代中国的 土地改革 教宗开始出声 就认为 这些做法 完全违反了 教庭的意愿 教宗就正式谴责自由主义 和民主思想 他又拒绝人权宣言 结果就造成了 巴黎的人民 对于教宗非常愤恨 好了 在国家里面又出现了两件事 因为国王 这个时候知道他的势力已经失去 于是他就 囚集 外国的军队 来帮助他 来把这些革命团体推翻 因为这个缘故 就更加造成了 国内之间 民众 和 皇帝之间的 那种矛盾 到了1790年 立法会 就废除了这些 亲王 世俗贵族的 风着头衔 重新 劃分了一个政区 并且 在1970年 7月12日 议会颁布了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 教牧宪章 Civil Constitution 教牧宪章的规定 所有的教士 神父 神职人员 都是 政府官员 必须承认 政府的权力 这个宪章 承认法国 的国教仍然是天主教 不过 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可以自由 敬拜 但法国天主教是要 完全摆脱 教庭 教宗的管理 所有教士 是要接受政府的薪金 但是他们要发誓 遵从新的宪法 结果 主教 是反对的 当时的主教 只有五个人赞成 130主教 都不去宣誓 但是平民 一般的教区 Parish 教区的神父 有50% 是向国家宣誓 但有50% 他们都觉得 他们的信仰不应由政府来管辖 所以他们不宣誓 宣誓接受的 就叫做 憲制教目 Juels 是官方的教目 不宣誓 就叫做 非憲制教目 在 通过教目宣章时 国家是答应 所有教目的新增和房屋 是由国家支持 并且要减少 教目的人数 就是教区的 行政人员要减少 要绝对服从 国家的宪法 由于有一半的 他不支持国家的宪法 他认为 他们应该要向 教宗来效宗 这一半的教目 他们 被逼 有些就逃亡 有些就不能够在教会主持 尼撒 或者崇拜 现在发觉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因为 有成半的教目 不能够主持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一般的 没有经过 祝聖的 没有祝聖的 那些主教 或者那些新的主教 如果是没有 上面的大主教去祝聖他 那他可不可以 执行这个圣礼呢 那结果呢 就出现很大问题了 于是 那几个 支持革命政府的 主教 他就 亲自的 来到去 暗立 那些还未到期的 或者那些还很年轻的 那些人 就做神父 或者做地区的主教 因为 这个缘故 支持政府的 那个主教 叫做夏以特 他就通过了 一个法令 为了要斩草除根 就说 所有未宣誓的神父 就不准执行圣礼 一经发言 立即拘捕 但是 有些神父 他不听 他就转为地下 和家庭 但是 合法的教会 因为你没有神父 所以很多地方的 洗礼 婚葬 忏悔 都没有性职人员 所以民众就很恐慌了 要么 你就停止聚会 要么 那些人就要走去 秘密的 你也崇拜 所以当时 就造成了一个 很不稳定 那么多年来 他们的民众 习惯 要回教会 于是 政府 就要 用一个新的 方式 将那些 不合资格的 或者是后保的 或者是 政府去找人 扮也好 怎样也好 来到 将他 一个受职礼 让他可以私人胜礼 因为这班人 良受不齐 所以 很多民众 就对于 国家教会 这一班新的 神父 或者是地方主教 就很怀疑了 他们就发现 这班人 第一 无论在港道上 在私人胜礼上 和以往的 有很大的差别 开始他们就不去 这些 所谓官方的教会 造成了 官方教会 相当的凋零 我们就开始 看到 大革命 短短三四年之间 已经出现了 宗教上面 一个相当 大的 分化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 还未到 一个最严重的情况 那个严重的情况 就是 大革命之后 那两年 原来是有一种 反宗教的气氛 我们就说 在这个时候 发觉出现了 飞机运动 Decristianization Movement 革命政府最初 是知识分子 和一些宗教领袖 所带领 而这班人 其实在心底里 最初就要将 教会脱离 教宗 但后来就发现 教会虽然 用政治 去割断 和教庭的关系 但发现 原来 还有很多 神父 或者地方的 神父教目 仍要效忠 教宗 要严格的 慢慢 不单止 要割断 法国 和 意大利的关系 更加要推行一种 去宗教化 这种去宗教化 就摆明了 不想法国 再有任何 宗教的 背后的势力 在1791年 七元 当时的 比较温和派的 知识分子 带领的 禁令政府 他们批准 将巴黎大教堂 改成 罗马的妙语 用来安葬 无神论者 福尔泰 劳苏的骨灰 自从 立法会 宪政会议 成立之后 国民议会 和宪政会议 里面的 成员 有很大变化 里面已经 没有 特权阶级 没有贵族 没有高级主教 全部 都是 中产家属之分子 和一些 地方的代表 他们是追求自由 民主 人权 但是 他们对宗教 非常反感 他们要 提出 要将法国 推向一种 世俗化 Segalization 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法国不再是基督教的国家 另外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比较激进的 雅各奔派 这些派别 后来 有所谓 恐怖统治 由他们 带领 他们要保护革命成果 不惜採取一切手段 自从巴黎公社成立之后 巴黎公社 1789年 革命开始成立 接管了所有的市政管理 各地 亦访效 成立地方管理委员会 所有官员 再不是以前的贵族 而是由民选去产生 所以整个基层人民的势力越来越大 加强了法国非基督化的推行 自从1789年 革命发生以来 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 简单说 上面带领的知分子 加上 一些群众 他们和 所谓的基层 即分一部各地的 一般的 法国的人民 是有很大的距离 甚至 在他们的领导层里面 都出现了 一些分歧的意见 是涉及到 政治、法律、外交、 文化、宗教 分歧越来越大 是什么分歧呢 在革命初期 无论是 比较保守 要推行 君主立宪的 比较温和的这班人 以及 要推行 彻底 铲除 贵族 和王权的 一个激进派 这两班人 最初是 彼此妥协 大家就希望 好像英国的 光明革命 大家有什么事 谈好它 不要有暴力 不要造成社会不稳定 但后来 基层的群众 或者被激进的人 就发现 那班 持权的 所谓中产阶级 保皇党 立宪派 是没有真正照顾 他们的实际需要 行动就越来越激烈 而在 国民议会上 占多数的 统治的 叫吉伦特派 吉伦特派 最主要就是要 维护宪法 维持国家稳定 他们都是反宗教的 他们都认为 要将宗教 从法国 铲除出去 另一班 激烈的 雅各奔派 他们就和基层的人 缘合 结果 雅各奔派这班人 他们就 利用民众的权力 就去拘捕了 立宪派的 立宪派的部长 又封闭了保皇党的报纸 就由 激进的 爱国报纸 来取代 由于 雅各奔派 得到 很多 所谓 毛涂富汗 平民百姓 那些人 在巴黎里 占了 很大的势力 他们开始 禁止所有的宗教 的活动 就将教堂的铜器和铁衫 拆除 去做武器 他们认为 如果国王招致外母 送他上断头台 由人民作主 带领全国 对抗外地 还有 如果教士 不向宪派宣誓 索性 就连基督教都不要 要敬拜一个自然神 理性的女神 自由女神 如果这些人 包括基督徒在内 反对法国的宪派 造成法律分裂 索性 耶稣都不要 如果他们支持 就宣布 一个嫌疑法案 嫌疑犯法案 这个嫌疑犯法案 Law of Suspects 根据法案 所有的人 被嫌疑 就拒禁 在恐怖统计时代 总共有30万人 很多是未经审判 就送上断头台 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安 也造成了 外国的势力 入侵 好了 我们再讲 这个时候 吉伦特派 本来是一个 是比较理性的 是比较要维护宪法的 虽然他有政权 但是 这个 的政权 是岌岌可危 因为 反对他的人 是越来越激烈 在1792年时 吉伦特派 在这个激进派下 他们 都没有办法 都通过了 废除国王的职权 并且拒禁 曾经 逃亡的 国王和家属 等候审判 吉伦特派 就说 他是被逼的 皇帝 应该是要给他机会 因为如果没有皇帝 我们就无所谓 立宪 像英国那样 另一派 他们就说 我们根本就不要皇帝 于是 在议会上 就产生 很大很大的 冲突 1792年 就发生了一件 叫做 九月屠杀 什么叫九月屠杀 就是因为当时 有外面的军队 要干涉法国 派兵来打法国 结果 法国里面的人民就很生气 就说 假定有些人 与外面 有勾结 于是 将那些可疑分子 特别是当时 在监狱里面的人 1200几个人 全部杀了 里面 有200几个 是当时不肯宣誓的 非献祭的 教目的神父 亦都杀了 为了要表示 向国家 完全的忠心 就将4000几个 非献祭的神父 全部赶走了 所以在这件事之后 法国的宗教 是更加凋零 但是吉伦特派 他本来是希望能够走一个 立宪的 但因为 他内部斗争 是没有办法控制到 雅各奔派 到最后 因为审判国王这件事 就被人指 为保皇党 吉伦特派 就在群众的暴动下 就被赶了下台 就由雅各奔派 上台 当雅各奔派上台的时候 就处死了皇帝 并且 将吉伦特派 立宪派被温和 全部逮捕 他们的议员就 漏夜 走了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 在历史上 就叫做 罗兰夫人 她不肯走 她要见证 这帮激进的人 所谓用自由的名义 任意将人送上断头台 所以罗兰夫人就在家里面 她是吉伦特派的主席 罗兰的太太 很多的宪法是出了她的手 罗兰夫人本身都是反宗教 在她死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自由啊自由 多少罪恶奉你的名义行 她被送上断头台 在1793年 11月8日 罗兰夫人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反中国徒例大部分出于她的手 而她 最后是上道自由主义者 给她最终释放 恐怖统治制 推翻了吉伦特派后 以罗伯斯比 作为首领的雅各奔派 由1793年9月 到1794年7月 足足一年的时间 就推行了极端的世俗主义 这个极端的世俗主义 有几件事情 我一定要提 就是她决定用共和国的慶节 来代替基督教节日 取消所有的寿府节 和圣诞节 更加 重要的是 她说 现在法国人民 就算你 不让她崇拜 不让她教 她自己 每个星期日 上方切法律敬拜 于是 这个议会就决定 索性 将星期日 取消了 一个月 就改为 三个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十 没有了星期日 如果你自己要敬拜 你自己去计 全国发觉 因为这个缘故 乱了大龙 因为大家习惯了 星期一到星期日 星期日就是主义崇拜 现在是没有了星期日 星期一到星期九日工作 星期十就是休息 所以要彻底 将基督教废除 为了要彻底废除 基督教或天主教 就要 改成理性教 教堂 的十字架拆下来 将教堂就变成俱乐部 和 其他的用途 在巴黎圣母院的广场 就 将祭坛 祈祷的画 十字架 全部拆下来 烧了 巴黎教会 关门之后 做工厂 货仓 巴黎的街道 很多是用圣人的名字 现在全部改了名 改了现代革命的人的名字 或者时代的名字 雕像 亦都是 除去 传统的基督教雕像 全部产除 当时 巴黎有一个主教 是支持革命的 这个主教 一早 他已经背叛了 基督天主教 这个主教 叫做 巴国贝尔 他带领着 很多其他的 神父 宣称 与宗教断续关系 由他们带头成为 无神论者 而这帮 向自由主义 出卖信仰的 教会领袖 就加剧了 这个叫 飞机运动 他遇了一大群的革命群众 作为一个 过气的主教 这帮群众 大声的 来到 街道上 宣扬 无神论 而国民工会 在93年10月3日 就通过了 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历法 直到1802年 就使得 很多人 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没有了旧的节旗 还有 他们在新的 制度上 上演了 反基督教的闹剧 在 巴黎圣母院的 大教堂 举行了一个 隆重的仪式 就是把四母像 拆了下来之后 把我穿蓝色衣服的女生 放在祭坛上 就称为 李姓女神 向他献上 众歌 大家一起唱 整个巴黎的人 疯狂地唱 他说你呀 神圣的自由 请 住在这个 庙宇里 求你成为 法国人民的女神 十字架 聖母 教堂 被取消 而这个做法 就要成为 各省的榜样 于是各省的地方 很多年轻的女生 都扮成理性女神 自由女神 穿成过乡 众人欢呼 然后 最后聚在 巴黎新的 宗教祭坛之前 而国民工会 推广自由女神 就成为了 国家 敬拜的 对象 到了93年 很多神的仁人 开始不满意 革命政府对他们的逼迫 特别 在地区的 所谓 Paris Kurji 那些 教区的 神父 他们组织了 皇家 和公教 军队 这班人 他们开始 要对抗 政府的压迫 就在旺代省 抗议 他们抗议就是 为什么我们 一些 信用自由都没有 结果 革命政府很快派人 清潮 所有的 这些 参与 所谓 抗议的 神职人员 全部拉 就将他送到南美洲的法属 龟一南 而另外 一些 抗暴的 就将他处死 当巴黎的圣母堂 成为理性妙论之后 国民工会 就更加 推行 就说 凡是找到 有哪个私下举行的 不合法的 由非宪制的教目 的聚会 就立刻 将他拘捕 打压 如果有任何 这些聚会 只要有人举报 就不惜 将他们全部 剷除 但是 在 偏僻的地方 法国人 他们觉得 他们仍然需要宗教 虽然那些神父被拘禁 或者撒害 那些信徒 就自行 自己来唱诗 自己来敬拜 有统计就说 当时其实有158个教区开放的 是合法的教会 不过那些人已经不去了 去的 很可能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很少数的 是很极端支持革命的人 到了93年 11月10日 国民工会 就正式一个法令 取消基督教 这个时候 刚才提到 巴黎的总主教 格贝尔 他是典型的 宪制主教 官方主教 他和几个 支持 的神父 就在巴黎 举行了一个 洩毒性的礼拜 就说 我们不再敬拜上帝 不再敬拜耶稣 我们敬拜理性的女神 他正式 宣告 无神论者 发觉 不需要 上帝 这个时候 开始 很多 非宪制的教目 看清楚 这班宪制的牧师 在他的背后 其实他一早 已经背叛了上帝 另外一些 以前曾经宣誓过的 宪制牧师 也开始动摇 他们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声称追求 自由、平等、博爱的政府 竟然充满了 极权和血腥 他是那些非宪制的教目 为了自己的 信仰自由 去举行崇拜 但就被打压 被拘捕 被杀害 好像这种 文革式的反宗教 由93、94年 遍布整个法国 甚至 有一个基督教 加以文派的 牧师 被逼 为了要讨好这个革命政府 他送了 四只银制的 盛餐杯 给他作为爱国礼物 还有 他要向他们效忠 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亦然被怀疑 觉得他不够忠诚 是把他拉去坐牢 直到 两年之后 才恢复他 所以这个时候 那种宗教 那种逼迫 去到的地步 就是 无论你是非宪制的 甚至你是 不是基督教 不是天主教 这个 改革宗 都一样 在这种氛围下 是难以作 木养工作 这个时候 很多天主教的 所谓 希望那些宪制牧师 不要辞职 留在这里 来到去改变 教会的宗教政策 可惜 他无法力挽狂拿 国民议会 就将一篇重词印出来 给所有的人歌颂 如果你不表示向国家 效忠 我们就会去 拘捕你 没办法 所有人就一起 唱一首歌 他是一个宇宙宗教 祭坛是我们的国家 是我们的母亲 是我们的神灵 到了94年 刚才说 推翻了 一个温和派的 那个极端派的 即是激进派的领袖 罗伯斯比 即是雅各斌派 他举行了一个 盛大的露天宗的大会 叫自高神灵的崇拜 他从无神论里面 去创造一个 类似有神的宗教 他就说 有神灵 人是不留 想圣份恶 还有 是社会契约和法律 这个是我们的宗教 很多人分不明白 什么是神灵 不是上帝 不是耶稣 总之 这个宇宙有神灵 这个神灵 就是 我们的社会 就是我们国家的 宪法 所以当时的人 就觉得 现在我们所说的宗教 原来 就是一个 爱国主义 没错 这个就是 外国主义 在这件事之后 一个月 当时就有 十一个修女 三个信徒姊妹 两个好友 他们说 我们不会向这个宪法宣誓 并且我们不会支持这个宗教 于是他被人举报 17个人 抓了 就说 你向不向国家来效忠 是不是要坚持你的宗教 这17个女士 我们坚持 结果就被判上 断道台 他们死的时候 是高唱盛师 Come Creator Spirit 结果 当17个人头落地的时候 很多人在旁边 观察 他心里想 究竟他们是反国家 还是是殉道士 人心开始动摇 而在94年的下旬 他为了要 进一步打击这个宗教 就通过 无论合法或不合法的神职员 一样没有新水比 本来还有班人 是靠着他们宣誓了成为国家的官方的神父 他们有国家公养 但是 94年 12月 政府说 我们根本 不需要宗教 虽然你是效忠国家 你是合法的 神职员 我们不再给你新水 所以 他们突然 没有了生活的来源 这班人 他们就说 我们怎样生活下去呢 他们说 转行 你们多余的 寄生从来的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宗教 我们需要的是 人权 自由 平等 还有 75年 头2月 通过一个很荒谬的 藐视性的容忍 什么叫藐视性的容忍 所有批评宗教的 都是合法的 这个政策 容许人 藐视 咒骂 所有的宗教 无论是崇拜 无论是神父 无论是过去的 和宗教有关的 而在这个政策里面 国家各断一切 对宗教的支持 这个就是要彻底推行 这个所谓 政教分离 要消灭这个宗教 而在法国里面 现在到了 官方的神父 和 非官方的神父 宪政或非宪制 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路是怎样 我们是否还要留在这里 结果在这个时候 在最黑暗的时候 就出现了 属灵大复兴 就是74年年底 当国家 完全 斩断了所有的 对宗教的支援 并且开始 全力大迫霸的时候 就出现了 属灵大复兴 这个属灵大复兴 和当时的政治 是很好的关系 苏灵大复兴 如果没有基层 群众的基础 也不会彰显出来 首先就是 群众 很多基层的人 各地的人 慢慢思考 大革命带来什么 94年34月 亚国奔派这种 恐怖主义 恐怖政策 就开始分裂 内部很多激烈的斗争 以至 使得 恐怖统治 含末孤立 人民也开始反对 这种恐怖政策 他内部里面 几个领导人 马拉比暗杀 罗伯斯比 亦都是以 一个 阴谋罪处死 一个比较温和派的 丹东 很出名的丹东 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 都被杀了 还有 就在 垂死争扎的时候 就是 94年6月4日 当时国民工会 一致推举 罗伯斯比 这个极端的领袖 做主席 又为他主持 慶祝新信仰最高的主宰仪式 当时他出现在群众面前之前 传在群众 高声赞美 向他祝贺 他差不多成为新的教皇 神圣的领导 不过 就在他最高峰的时候 反对的人 就开始 暴处 反击 所以这种威望 转信即逝 所以当时 巴黎的气氛 很诡异 一方面 罗伯斯比 得到最高的支持 另一方面 痛恨的人 就开始要把他拉下来 就在这个混乱期间 支持革命的 早期 支持革命 理想的 革命领袖 重新思考 政教关系 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什么是人民真正的福祀 追求自由 人权民主平等口号 为什么不断产生冤假错案 流血成河 原来支持革命的 亨利 格雷 戈 刚才我提过 他在1974年冬天 他忍不住了 他向国会发表自由敬拜的重要性 他本来支持革命精神 但觉得现在革命太过分 伤害了教会 伤害了民众的心 于是他说 我不理 这个 国民议会 他要在1795年1月 要在管轄的 教区重新开放教堂 并且重新恢复崇拜 有微塞 而在同一个时间 各地的天主教会 不再理会 革命政会干预 重新开教堂 在恐慌统治的时候 人们看到不断的血声屠杀 纵使有更高的理想 但没有遮掩人性的自私 虚偽空残 而宣誓效忠国家宪制教牧 就在 格雷哥雅 拜领之下 他们说 我们不再向你 理性女神 自由女神 敬拜 我们要重新履行 他的教牧的职责 主持黎撒 恢复港壇 施行胜离 你抓我就抓我 死就死 昨天大多数民众 这个时候 发现 很多 在外地 走了的 非宪制的教牧 潜逃回来 他再不理 被革命政府 他们在各地的教堂里面 去主持敬拜 这些民族就勇去教堂 要参加真正的教会崇拜 而那些地下的教会 也都公开崇拜 没有教堂 在家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公开地方 他说 我们不再怕强权 我们要的 是要一个自由的敬拜 国家没有伸水给他 教廷也没有支援给他们 但这帮神父 没有饿死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参与 参加崇拜的上众 直接给他支持 而这帮 无论是 宪制的 或非宪制的教牧 他们不再需要 听命任何人 他们只是凭良心 听命上帝 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 是充满活力 格来江牙 是第一位 所谓合法的主教 他是 排除忠义 履行主教的 职务 不过这个时候 政府 是对于他 相当的疑惑 所以政府在中间里面 是要去 拆动 去迫害他 不过 就在这年的7月 雅各奔派里面 被 罗伯斯比 镇压的 右派势力 就发动了一个 叫 越阅政变 越阅 就是这个 7月 就拘捕了 这个恐怖统治的 罗伯斯比 并且将他送上 断头台 越阅党人统治的时候 就是教会大福 已经开始 但是没有以为 越阅党人统治 是支持教会 不是 只不过 他是对于 执行 反宗教政策 是没有那么严格 就宽松了 2月政府仍然是对 当 法国天主教 是 是采取敌对的 各地的革命政府 对于 所有的神父 和所有教会 仍然是敌事 但是因为各地的人 已经不再害怕了 人不怕死 就无意 以死 来恐吓他 所以当时 所有的民众 在找机会 恢复公开的 主要崇拜 2月政府 是不赞成主教恢复 原来中国活动 甚至要 干扰他 不过 由于 2月政府 他本身政治 都不稳定 所以他 是没有时间去干预 教会有 存息机会 1795年10月 镇压保皇党的 战役之后 根据新宪法 2月党人 在10月26日 就解散了 国民工会 就成立了 五人督政府 Directory of the five members 五个人 恐怖统治 正式结束 但是政局仍然不稳 敌对教会的势力 仍然在 由96年 到1997年 当时的督政府 就派 拿破仑去远征意大利 而拿破仑 在征服意大利的时候 当时 教皇 就隔除了 拿破仑的职位 所以 拿破仑的手下 就非常奋恨 这个教宗 就是比狐六世 不是拿破仑本身 是拿破仑的手下 去到梵帝江 捉了教宗六世 这个时候 教宗被捉了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他 押返法国 然后在各城市 巡回囚禁 督政府就是 利用他捉了教宗 去羞辱那班 你效忠教宗 你看教宗在我手里面 教宗年老 受尽折磨 在五六个城市巡回 来打击当时的天主教徒 但当时的天主教徒 就说 我们现在的效忠 已经不是单单教宗 我们的效忠 是上帝 是耶稣基督 后来教宗 十八月之后 就死了在 雅伦斯 很惨的 当时是很惨的 不过 在这段期间 那些献祭神父就召开了全国会议 就说 无论怎样也好 作为一个教牧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恢复崇拜 就要让人 来到上帝面前 在这个会议之后 献祭和非献祭神父 开始一同的 合作 他们看到教宗死 亦都看到 当时的天主教 陷入很大的困难 但他们的信心 已经不再在地上的角度 很多人说 十九世纪前夕 交界在欧洲前途很黯淡 因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是会消失 不过 这点错了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说拿破仑 拿破仑 执政 对整个形势改变 我们先说 在1976年 拿破仑 为法国去打意大利 之后就拉了戒中 刚才我们说过 但是拿破仑 他的军事 非常好 所以是将 反法联盟全部打败了 还有 拿破仑 他在征服埃及的时候 当时他就发现 埃及的伊斯兰教 信徒是非常信服 这个宗教 他又发现英国的教会 其他教会的信徒 都是 很听话 他就有个结论 他不是信耶稣 不是信上帝 拿破仑基本是追随福以太的 是无神论的 是没有宗教信仰 不过他觉得 宗教是有价值 他认为宗教好像人民 好像鸦片一样 可以麻醉人民 所以他就说 他说 伊斯兰教的人 是被鸦片麻醉 英国的基督教 被鸦片麻醉 他说我们发现 那么多人 他们死都要回教会 为什么我不利用宗教 去麻醉他们 使他们成为我统治的工具 所以拿破仑这个说法 当他执政之后 他改变了以往 敌对宗教 他认为 和宗教 唱反调 对着干 对他的统战 是没有益处的 因此 拿破仑 在他1799年 回法国之后 因为他的 战胜列国 成为了法国的救星 拿破仑执政之后 他还没做皇帝 有很多的 改革 教育 司法行政 这些 亦都是 对法国 是有一个 很大的贡献 不过 到了1804年 乃破仑当时 就说 我不要 做执政官 他说不单 是终身执政 我要做皇帝 这件事 对于当时 法国人来说 是相当差异的 因为法国经过了15年 是要 反对帝制 建立共和 现在 乃破仑说 我不要共和 我不要做美国总统 因为美国总统要几年选举 他说我不要做英国的 所谓议会制度 因为英国议会制度 的权力 是在民众那里 他说我要正式 做皇帝 在1804年 当拿破仑 提出 他要恢复帝制 很有趣 他说 问一下 人民的意愿 于是 在1804年 就有一个全民公决 全民投票 而这个公决 就记载在历史里面 当时 参与的人 选民 是700万的选民参加投票 而 赞成的 是99.93% 只有0.07 2579人反对 全部赞成 很多个恶言 那个恶言就是 流那么多血 死那么多人 要见到共和 但是现在 竟然 绝大部分人 是 赞成 恢复帝制 恢复 独裁 究竟 这班的自由分子 过去 是为了什么 想什么 是实在难以理解 不过 民众的力量 就是这样 所以 拿破仑很安心 他又邀请了 教宗 过来 因为他认为 他登基做皇帝 是要得到教会的认可 不是教会赞成 是教会认可 因为法国人 发现 大部分 都是天主教徒 大部分人 还是去教堂的 大部分人 仍是怀念的教宗 所以他认为 帝位 可以在教宗认可之下 名正言讯 于是邀请教宗 新的教宗 由意大利 来到巴黎 为他主持登基大典 不过 他的皇冠 不是由教宗庇护七世加冕 是他自己放在头上 然后为妻子加冕 不过 后来 去意大利的时候 教宗为加冕做意大利国王 拿破仑做皇帝之后 他要实施 绝对的独裁 他发现 在巴黎里 很多出版刊物 有些人 不太同意他 结果 有73种刊物 他就封查封有69种 剩下4种 只是提供了茶余饭后的 闲谈笑料 政治问题 不准说 不准批评 拿破仑 这个独裁政府 一直延续了 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他跟教宗 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在101年的时候 他做皇帝之前 他就已经一早 跟意大利的教宗 谈好了 谈好了 就达成了 康国的协定 有4点 第一 教会不可以有地产 他被充公的 不能够追 追讨回来 第二 教涉身水 国家之乎 第三 宗教自由 天主教 基督教 可以自由发展 第四 国家有权 提名主教 教士 立世 效忠国家 本哥我说 过去 主教一定是 教宗促盛的 现在 就由 国家提名 教宗促盛 你不能够不促盛 我提名 你就要促盛 所以 主权 主教权 不再是 意大利 而在国家 细则是由 拿破仑 执行的 第一 所有宗教聚会 要得国家批准 第二 好像有宗教局 第二 所有教士 在法国所颁的命令 或法规 要得国家批准 所以有宗教法 第三 被安立的教士 要得国家核准 换句话说 这个宗教政策 叫 Organic Arigus 是施行了百多年 今天我们强调 所有教士 主教以后 教宗来到 任命 但法国一早 已经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整个 法国大革命里面 那个教会 经历了最大困难 到最后 教会就成为了 国家 统治工具 现在 法国教会 没有 被国家逼迫 国家不要行政的逼迫教会 教会可以自力更生 所以 在信仰上 它是可以向教宗效忠 但是在行政上 要遵从国家法律 没有特权 而法国社会 就走向世俗化之路 教会自然发展和增长 真正的挑战 就再不是政治 而是来自文化自由主义 和世俗主义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十分多谢 杨庆求牧师 用这么短的时间 和我们分享了 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 当我们看回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很相信 都被我们有 不同的启迪 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 纳破仑都已经不在世上 人类每一日都好像在 在这儿 编写着新的历史 但是无论这个世界 是怎样的变动 人类历史的进程 都已经在神的手中 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 第十三十四节 那里这么说 并且 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 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牢躺开的 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件事是他不知道的 就是未发生的事 他都已经知道 神给我们活在今日的时空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叫我们要认识他 因为世界和其上的事 都要过去 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建立新天新地 会与那些 愿意认识他的人 来享永恒的福乐 愿意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蒙受 主所持下的恩福 下次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416-788-3322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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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